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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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时间依然是鲜味保存的关键。 15分钟之内, 这批海蛮就会出现在附近的海鲜市场中。 新鲜蛮鱼,肉质细软,不易去皮。 但这对海上人家的巧妇来说, 根本算不上难题。 去除鱼头,洗净鱼肉之后, 只需5秒就能完美剥离鱼皮。 和老顾客约定的时间, 眼看就要到了。 他们要抓紧时间处理完这批鰻鱼。 林化辉,他就是预定鰻鱼的老顾客。 虽然早已将自家的鱼丸生产产业化, 但每隔几天, 他都会从福州市区来到连江采购最新鲜的原材料。 不问价格,但求新鲜。 这是两人长久合作达成的目击, 也是鱼丸美味的第一重保证。 与林化辉批量采购鱼肉不同, 在福州古西路附近的李济青鰻鱼丸店, 所选用的原料都是老板李金国自己动手处理。 这样做一来保证新鲜, 二来节约成本。 鱼肉处理干净之后, 马上就要进入下一个制胜的环节, 打鱼丸。 停止玉江最后能浮在水面上, 才能算大功告成。 大家要让全国》买完飯 相对于其他地区的鱼丸 福州鱼丸被人们通俗地称作为鱼包肉 鱼鲜与肉香如何完美结合 永和鱼丸知道其中的关键所在 我们福州正宗的鱼丸就是鱼包肉了 就是外面的鱼跟虾一个淀粉 里面的鲜是用猪肉的 好的类鲜的话就是说我们福州的 就是说肥肉也要加一点 瘦肉也要加一点 里面才有油 汁汁 这个福州的话就是说 我们鱼丸包起来会通口 就是跟栗子通口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脱河是指鱼丸煮熟入口时 外皮与肉馅不粘着 肉馅的外围包裹一圈浓香的汤汁 煮前腿肉中肥瘦各半 肉嫩藏筋 加热后肥肉易化 瘦肉带汁 最适合用来制作鱼丸的肉馅 用刀将肉剁碎 适当保留肉中纤维 是为了让肉馅香脆并具有嚼劲 肉馅的话 一个是我们是用的前颗肉 有比刑 既楼碗 相对于其他工艺 包鱼丸可以称得上是一项巧合 用左手抓起软绵的鱼浆 右手舀一勺肉馅放入其中 轻轻一握 再用特制的勺子贴着虎口瓜下 一颗鱼丸便完美成形 整个过程不超过五秒 这看似简单的一计一弄 心灵手巧的师傅 要花上至少一年才能熟练掌握 然而这巧合还需要用做苦活的劲来完成 因为不管酷暑严寒 制作鱼丸的双手在鱼浆和冷水中 长时间浸泡 辛苦不言而喻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光的流转中 城市的面貌不断改变 但城市的味道却始终暗藏于街头巷尾之中 把渔王跟工艺去结合 到学校里面去教那些学生怎么样做渔王 教他们一些渔王的历史 渔王的文化 渔王对普州来讲 它是一个普州很传统的特色的美食 我又可以做渔王 又可以做文化 其实我感到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一碗渔王不再仅仅只是美食 更被赋予了传统老福州文化的海 这种传承即使现代工艺进入渔王生产的今天 也不曾改变 因为福州人相信 正宗的福州渔王一定是靠心和手 共同协作制成的 它是市井中的老福州味 它是令人念念不忘的百年鲜香 它是加入了奇思妙香的新鲜翅膀 一碗渔王各有风味 喜怒哀乐全在孙田苦辣 或历史或灵感或家的牵挂 用味觉每一处都可到达 高脚杯中读珍贵时光 琉璃窗内雄万千宝杂 转变角度快乐重煞 风物长仪 静待收集的美丽 人生百味 唯有玩味 刚刚包好的鱼丸 全靠软绵的鱼浆包裹住肉下 只能放于清水中保存 为了方便食用 并让其更加有弹性 鱼丸师傅包好鱼丸之后 会将它们倒入开水中再煮上一遍 为了防止煮过头 导致鱼丸走味 鱼丸师傅会往锅中 时不时添加冷水 让鱼丸从内到外慢慢熟透 吹干晾凉凉的鱼丸 方便存放 又不失弹性 随煮随吃 作为点心再合适不过 正是有了这道工序 主妇们得以将鱼丸 加入他们的日常菜篮 这个鱼丸一定要记得拿回去的时候 冷水下锅煮 煮开了 锅盖不要盖 然后让它开五六分钟 四十块零八毛上你四十 煮开了 然后锅盖不要盖 然后让它开五六分钟 林雪英 礼记青蛮鱼丸店的老板娘 十二岁便开始制作鱼丸 虽然选址偏僻 但货真价实的新鲜鱼丸 让不少精明主妇慕名而来 鲨鱼的鱼丸就是弹性会比较好一点 鰻鱼的口感会比较好一点 你要来一种 好吃 下次再来 慢走 虽然在上桌之前 鱼丸只需再煮上几分钟即可 但在李济夫妇看来 精心熬煮四个小时的高汤 在短短几分钟之内 能让鱼丸里的鱼鲜肉香达到极致 同样在高汤里翻滚着的 还有李济夫妇特制的鱼滑和鱼皮 将不适合制作鱼丸的鱼肉制成肉泥 入滚汤中捞熟 集成鱼滑 满鱼皮裹上地瓜粉 放入高汤中定型 捞出后剪成小段方便食用 再淋上高汤 成为一碗鱼皮汤 一年一年 累肯定是非常累 特别是我们这种纯手工的 几十年早上都是四五年起来 也习惯了 哪怕是正月初一也睡不着 也要起来 有时候就太累了 过年过节那样做得太多了 他有时候就很生气说 哎呀干嘛要做这一行 那我也给他说 哎呀你做了这一行 不是这一行也给我们 带来很多话乐 哎呀 那我们有钱了 赚了钱了 买了房子了 那孩子健康了 长大了 那我有时候也抱怨 哎呀 这样子 他又会说 哎呀 我们既然做了这一行 现在生意也很好 体力上劳累一点 但是我们不是过得很开心 很幸福吗 所以说有时候就互相勉励 这样一路过来的 现在也觉得非常好 一份市井中的鲜美鱼丸 不仅让食客们大薄口服 也让李济夫妇拥有圆满的人生 也许福州人所追求的福气 从来都不惊天动地 而是渗透在这生活的点滴之中 在熙熙攘攘的南后街上 一半是游客们匆忙的部屋 一半是老福州人悠闲惬意的自在 走累了便拐进店铺 用一碗点心来放松自己 鱼丸常常是人们的首选 我来为这个胡椒粉搭配我们的鱼丸 是真正的才是福州鱼丸的原味 从永和鱼丸的创办之时便开始 已经存在了八十多年 Catherine Georg之后 flailt之后 您看到会不会有一个理解呢 听说朝霞 roup烂吹 FX 永和本身就是说 永,永,永永和和美美 是这个意思了 就是这个意思了 但是但是因为这个我 我们那次就是说永和鱼丸的前辈 是在台湾曾经有做过渔丸 在那边的话地通经撞回来了以后 纪念它才叫永和镇 台湾的永和镇 它本身是湖州人 当然它要回到我们的故书地 为月落归根总是要回来 在我们自己家乡去发展 原本的永和渔丸 位于三方七巷的塔像之中 一度让塔像成为美味鱼丸的代名词 时光飞逝 塔像鱼丸已经成为老福州们的回忆 但永和鱼丸却从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 成为一个传承百年的金字招牌 从原来只是一家人的生计 到如今成为一群人的生活 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一碗鲜香的鱼丸 一碗鱼丸是山珍与海味相遇的产物 是鱼丸手艺人良苦用心的结晶 是属于福州人的独特味道 在时间的长河里 它早已成为福州的美食符号 它也将会在市井巷弄中 继续传递着这座福城的福气之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